小林村国培案根植省慎数 数位驻徒十六前市区的村民 可获得一百五十万到三百万元等金额 高雄市府后续决定不上诉 法令规定市府得加付这数位慎数的村民 一千两百万元利息费 村民也决定只收一半利息费 本来以为事情圆满落幕 却发现这次提告的村民被法院追讨诉讼裁判费 也让本来就是经济落实的村民雪上加霜 小林村自救会初步估计裁判费金额大约两百多万 只要有提告的村民都要付钱 面对这笔额外支出 自救会希望市府伸出援手 因为当初村民让市府少支出了六百多万 不过市府回应两者不宜混为一谈 而败诉的村民工部门无法编列预算给法福 帮忙缴交裁判费 议会依法也无法通过预算 还需要研议其他可行方案 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五号受访时宣布 小林村诉讼费对村民来说是沉重的经济压力 他身为市长会全部来负责 小林村诉讼费对村民来说是沉重的经济压力 我身为市长我个人这边会全部来负责 那我觉得小林村的居民已经遭受到这么大的家破人亡的 自然灾害的伤害 对于韩国瑜愿意帮忙灾民解决这笔钱 前小林自救会会长蔡松玉表示 满心感谢市长体谅小林人的难处 不过他们也认为环保重大天灾案的集体诉讼裁判费 有必要修法将会持续推动促成修法 原日新闻综合报导